原来赌王三太才是真正的扮猪吃老虎 2001年赌王八十岁大寿时 其房太太名争暗斗 二台蓝琼英率先定向了20座的鲍鱼宴 同时前来众多社会名流 而四太梁安琪也不甘示弱 大寿一挥就在六星级酒店摆下了50桌宴席 光是采购食材就花去了至少50万 然而此时三太陈婉珍却用一个举动赢得了赌王的欢心 相比起其他太太陈婉珍十分低调 只摆了19桌宴席 第二太少一桌已是尊重 三太选择了在海上设宴 予以俘虏东海并特意将晚宴 摆在了原配夫人李婉华原来的房间 此举一事证明三房不争不强 二是强调自己从不予 不争不强